這個腳本最早最早的緣起 是因為我姊姊她是立法院裡面的助理 那我常常就是在她上班的時間去找她 然後就會看見一個攤子很孤獨的擺在路邊 那就是戲裡面有看到一個 那個媽媽是在講那個軍中人權的 然後我就是非常好奇 她為什麼每天都坐在那邊 然後那種苦行生的精神 然後就是因為這個東西給我很大的啟發 我看到很多人她的權益沒有受到保障 或者是她現在還有一些政府上面制度的不足的地方 那就是要靠我們自己去爭取 然後我看到那個母親的那個毅力 所以才有了這個想法去拍這個作品 那剛好那陣子那個靈骨塔的那個東西也是鬧得沸沸揚揚 很多老人家有沒有就怕自己過世了以後給小孩子有負擔 然後他們就自己去買了靈骨塔 那後來都發現都是扯爛帳這樣子 所以幾個新聞事件的給我的那個起發 然後我就寫了這個劇本這樣 所以她 你說她是戲嗎 其實我想她的真實度是很高的啦 就看很多公視的紀錄片以後才會有這個想法 所以我們知道楊導華她的很多的島的戲 都在反映社會的真實面 如果大家看過《不愛戀奇曲》 就知道她是在談一個對於愛滋社區 就是那個關愛之家的那個問題 愛滋的問題自然在台灣 也是另外一個少數弱勢族群需要受到關注的 那《不愛戀奇曲》是這樣子 另外你還拍了一些其他像那個 《罕見疾病》 《罕見疾病》 還有那個同志跟女性的那個圓交的問題 對 事實上我想請問那個導演 你說你是在看待這個社會時候 你是怎麼看了跟這個劇情 去如何讓這個社會自動脈動 跟你的這個島的戲做這樣子的一個串聯 其實我進入這個圈子有一點 莫名其妙 因為我本來不是做戲的 那在廣告公司上班 那一路這樣做下來 結果剛好我做的第一個 開始練習當編劇的一個戲 就是講那種青少年問題30分鐘的 那此後幾乎找我所有的戲 都是比較公益性質 或者是公共電視 公共電視是我的那個衣食父母 我這10年來很多的戲 都靠公共電視給我的機會 那因為公視他要探討的議題 多半都是情愛的部分都比較少 那反應社會現實的東西比較多 所以我就不知不覺的就會培養這個習慣 然後常去注意社會上面的東西 所以我的戲裡面多半都會反應這樣的狀況 在那裡有先開始 先 наши 口 掌握